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暑假其实除了时间的支配上 还有就是有没有人能够去照顾他们之外 他们也很怕小孩没有了学校的约束 可能在生活上很多作息会出现脱续的状况 所以在家长担忧的内容当中 其实目前比较最担忧的 也可以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来做参考 在国中小的话 其实他们最担心小朋友网路成瘾 因为小朋友一到暑假 仿佛这个上网的禁令就被解开了 然后就无止境的上网 他们很担心小孩在这个阶段 会养成网路成瘾的状况 那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 台湾青少年网路成瘾的盛行率 大概只有3.1% 其实这个数据已经是比欧美来的高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担忧的一个警讯 那在学龄前的幼童来说的话 那也许他们的作息还没有什么可以捣乱的空间 但是最怕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人接送 这个可能会是他们最担心的 那除此之外 补习费用太高 暑期的课外活动花费太高 这个也都是家长担忧的项目 暑假也是各种儿童下令营 社团活动旺季 像是以魔术表演教学为主的魔术师范团 暑假期间收入 相较平时就多了10万元 因为每个季节 它的魔术师的表演的客群都不一样 像寒暑假 其实大部分魔术师接的大部分都是生日派对 除非到了什么中秋节 就会接什么社区场 所以说就暑假的话是 天子场的儿童派对会居多 有时候平日会有人找我去变魔术 但是因为暑假的平时 大部分现在已经被儿童的魔术已经塞满了 所以被人说只能推迟掉 暑假只能接6日的案子 大部分他会把他安排就是塞满 因为他们其实家长上班的时候 没办法雇小朋友 所以他可能一早 早上可能9点就把小朋友送来 然后早上就一个社团 然后下午就参加另外一个社团 可能到4点半5点这样子 另外根据调查显示 近半数企业有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提供员工包括弹性工时 带小孩上班 提供育儿津贴等 还有可以在家工作 也让家长减轻不少育儿压力 因为我的小朋友平常都是给保姆带 那如果说像之前保姆确诊 或者是说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我只要随时跟公司申请居家 他们就会让我在家里上班 那像有时候公司会有线上会议 那老板也是人蛮好的 他就说没关系 就是你还是照常开会 小朋友在旁边没关系 那只是说可能要把声音关掉 那不要去影响其他同事这样子 不会说因为说因为我们带小朋友 然后就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两岁真的还是需要 很需要照顾的时候 然后他的作息啊 还有睡眠时间那些 就如果乱掉的话 其实家长自己也会很辛苦 对 那所以我觉得公司能够提供这样的福利 真的是给职场妈妈 就是很大的弹性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这样子做 那可能公司会怎么看我 就是大家都还蛮包容的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暑期不仅是要把这个时间花来陪小孩 参加很多的国内旅游活动等等 或者其他的科外活动 也要把钱花在投注在小孩子这个时间上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都是一个蜡烛两头烧的情况 时间跟金钱都有压力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企业和国家能不能提供在育儿上面的一个 后盾支持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也有针对育儿福利这个部分 来进行企业的调查 那我们发现大概有近半的企业是有提 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而且其中最多的大概就是弹性工时 占19.6% 那另外还有18.7% 是让你可以在暑假期间 把小孩带来上班 除此之外 包括育儿津贴 居家工作 学费补助 这个大概会是依次是 目前企业提出来 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的几个优先项目 而根据参与调查的上班族自评 家庭收入要达到9209元 才养得起孩子 和调查中的平均薪资89464元 仅相差2545元 显示育儿的上班族 确实会在收入达标 经济能力稳定后 才敢生养子女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2023台北马拉松12月17号 将在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正式开跑 马拉松组正式开放报名登记 今年更首度引进国外盛行的早餐跑 将在正式赛前一天举行 邀请市民朋友跑着 带着家人孩子或朋友 一起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台北马拉松盛事 台北马拉松报名开跑 专业赛事仅供马拉松和半城马拉松两组别 不过今年首度引进国外盛行的早餐跑 欢迎市民带着家人孩子 一起来唱亲子三公里欢乐跑 都知道台北马拉松 它是全国最专业 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马拉松 每一年都有两万八千多人报名 那其中呢 全马有九千人 半马有一万九千人 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 所以在跟大家鼓励参加报名的时候 我也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台北马拉松 台北马拉松呢 它除了是我们台湾参与人数最多最专业的马拉松之外 它也是台湾第一个获得英国标准协会 BSI认证的 我们的碳足迹认证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 永续跟这个环保是我们这个马拉松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每一年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导呢能够来降低这个我们的减碳的一个工作 以每一年百分之三为目标 我们希望在2027年可以达到总检探百分之二十这样的一个目标 最骄傲的一场比赛 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台北马拉松呢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 我们除了在奖金的部分呢 我们针对国内的跑者有设置男女各十万块的奖金之外 我们也谢谢富邦啊有加码各三十三万的这样一个奖金 我们也谢谢库碟一下 另外呢今年啊有几个比较值得大家来这个了解的一个特色 就是刚刚主持人其实都介绍到了 今年啊我们首创欢乐早餐嘛 我们希望就是说除了在比赛当天 我们过去都只有全马跟这个半马 我们希望呢在前一天我们举办一个三公里的欢乐早餐嘛 鼓励全家大小一起来共襄胜举 让我们这个所有喜欢运动或者是你可能之前都没有运动 但是你想要来感受一下国际赛事氛围的民众 都可以吸家带卷福老吸幼来参加我们今年的这个台北马拉松 同时感受到台北市的美跟台北市的这个热情 还有它的一个动力 我们体力协会也会配合台北市政府啊 我们会邀请精英的选手男女各六位来参与这次的一个比赛 希望借由他们的一个参与啊 来提升我们魔力这个马拉松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经有二十班的这个高挂的全国纪录还没有打破 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比赛能够来打破这次全国纪录 那环境的这个永绪啊是解决的一个共识 那我们也是我们世界田律总会啊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2023年那个标签的一个赛事啊 更是将永绪的计划列为这个平屋的一个考核 那我们田律协会啊都最近这几年也都有在办这个 我们田律协会啊最近这几年也都自力啊 将台湾的马拉松啊那个朝国际这个方向来前进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国内啊都能够多办机场的这个 WA标签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协会也会尽力的来协助这件比赛的赛事 能够能勇气的一个发展啊 马拉松能够优化从此进制迈进的国际优质的马拉松赛事之一 我们非常的感谢台北市政府 我们马拉松那个全国田律协会 2023的台北马拉松呢今天下午4点 我们正式来启动这个线上的报名 这个全马呢我们预定是9000人 报名结束以后呢我们抽签 判完的大概1万9000人以爆名的先后拾续 irdo 雁籟,居前,我们媒体朋友能够 給我們大陸的宣討 讓更多的愛好跑步的朋友來參加 這個台北馬拉松 讓我們這個台北馬拉松更精采 更有好的成績表現 同時呢 也避免我們這個愛好馬拉松朋友呢 做事這個良機啊 剛剛呢我們王行長有提到 10月26號我們要慶祝辦一個 早安的親子路跑 三國女子親路路跑 台北馬拉松是台北市 全體市民我們大家都馬拉松啊 大家來參與 大家共襄來慶祝 這個早餐馬拉松 所以今年是特別我覺得是非常的好 我們很熱烈的歡迎 全台北市的市民能夠提早來給他們報名 來參加這個很好的一個運動 賽事12月17號將在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廣場開炮 活動贊助單位表示 國內跑者突破台灣馬拉松紀錄的話 會給33萬元的獎金 透過激勵鼓勵台灣選手持續超越自我 記者問句台北報導 台灣市分大學媒體素養教育基地與中家寬屏合作舉辦公用頻道手機影製工作坊 首場活動在台北展開 為期兩天的課程 教導民眾用手機鏟製影片 並融入桌遊活動 用輕鬆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公用頻道存在的意義 這個已經沒救了 那我怎麼辦 充滿趣味及挑戰性的桌遊 讓工作坊學員化身為影音創作者 絞盡腦汁要在自媒體興盛的時代中存活下來 連續舉辦三屆的公用頻道手機影製工作坊 今年特別融入媒體素養主題桌遊活動 讓學員從遊戲中認識媒體生態 了解公用頻道的特性 最大的收穫就是公用頻道其實受到很大的保障 那你有權利可以在上面發表你的意見 然後不會被其他的人影響這樣 這個桌遊叫做公平舞師 然後它主要是在模擬說 在自媒體當代的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是一個影音創作者 那我們該如何在這個 自媒體平台興盛的狀況下面如何存活 那你是要在自媒體上面放你的影片呢 還是到公共頻道上面去放 那你不管在自媒體上面放的話 可能會遇到一些同業的競爭 或者是一些合作 或者是一些惡意攻擊 這樣子 那公共頻道可能 雖然它獲得的流量比較少 但是它卻保障了人民可以有一個發聲跟宣傳的權利 這樣子 主要來說這個 我們這個桌遊可以希望民眾 就是它可以透過玩遊戲的方式 了解到公共頻道在 雖然在現在媒體生活 媒體環境很亂的狀況下面 它還是保有民眾一個媒體的禁用權 跟你可以發聲的一個權利 那也希望說透過這個遊戲 你可以對公共頻道一個更深刻的了解 這樣子 除了以邊玩邊學的方式 讓民眾認識公用頻道 另外活動更聚焦在影像拍攝 剪輯等技術性課程 讓來自各方背景及世代的學員 集思廣益 產製更多元的節目類型 一開始是對用手機剪輯影片還蠻有興趣的 那後來發現它是專門在介紹公用頻道 那稍微看了一下的話 也對公用頻道希望進一步的了解 那自己對環島或是旅遊這種主題比較有興趣 那在這裡學習之後發現有公用頻道這個管道 那之後如果真的有拍成影片剪輯出來的話 也會主動投稿在公用頻道上面播放 對啊就是剛剛還蠻期待說 最後老師說如果有興趣或者是我們的成果 是有機會在第三頻道的公用頻道上面做展播 還蠻特別的 因為公用頻道好像就是由民眾主動投自己的作品 跟自己享受的話到這個頻道上面 跟以往我們被動的接收到資訊是不太一樣的方式 然後希望這個工作坊就是可以 讓我們更熟集一些剪輯影片的技巧啊 或者是增加一些特效啊 然後因為我本身之前 我本身是很少去做剪輯影片的 所以才會想說來參加這個工作坊 可以讓自己在媒體這一塊有一些新的資訊跟一個技能這樣子 就我們來活動的民眾 從年幼的小朋友到比較年長的長輩都有 那我們會先以比較基礎的 手機基礎的操作為主 等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會進入比較深入的一些課程 譬如說教大家一些運鏡也好啊 該如何運鏡 然後手機如何做一些比較穩定的持鏡 然後再來就是更進一步的 就如何去剪一些比較有趣的畫面 那還有一些鏡頭的一些構圖上面 然後再來最後則會教民眾 請民眾他們做一個企劃 以小組的方式做一些企劃 然後企劃說海北的民眾 或者新北到海北地區的民眾 可以在這個附近有什麼樣子的活動狀況 有哪些文化也好 歷史也好 或者是一些故事也好 可以透過影片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們希望他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 細化出一支影片 中家寬屏與台灣師範大學 媒體素養教育基地 合作舉辦公用頻道手機影製工作坊 希望透過活動讓民眾用手機 就能夠產自作品 並且在公用頻道中播放 豐富公用頻道的節目內容 吸引觀眾收看 也歡迎民眾踴躍申請使用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到基隆港視察 針對基隆捷運的經費在地難以承受的問題 鄭文燦表示 行政院會盡量想辦法降低基隆市的負擔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針對本台記者提問 有關基隆捷運問題 鄭文燦表示 基隆捷運可以連接基隆、新北、台北 而且加上西東線 會讓整個基隆河谷廊貸 脱胎換股 中家新聞 憲國良市長在爭取基隆捷運 行政院未來會怎麼支持 基隆捷運可以連接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 那如果再加上這個西東線 我想會讓整個基隆河谷變得非常的不一樣 一定可以連接基隆翻轉河谷 那目前環評通過正在等待最後的綜合規劃的決定 那我們會盡量想辦法降低基隆市的負擔 那另外基隆市政府對於土地開發 包括廠站的聯合開發 或者是車站的整體開發 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 我們中央也願意全力協助 對此基隆市長謝國良表示 市府將在行政院指導下 考慮由基金方式來興建營運 相信對基隆的市府財務會有很大幫助 那我可以說鄭副院長在這一段時間 尤其是議會休會的這段時間 積極的幫助基隆在尋求 基隆捷運經費跟預算的一個解套方案 那我從中得到了很多有幫助的資訊跟方法 所以我本來很期待明天要來接待 鄭文燦副院長來這個基隆視察郵輪等等 但因為全代會的關係 我已經有跟他的辦公室請假 但是還是非常感謝他這一段期間的 對基隆的這些幫助 我覺得是現在中央政府裡面 讓我真正可以感受到 這個很多關注在基隆的一個政治人物 非常感謝 那基隆捷運 這個從這個林六昌市長開始 那希望能夠連結雙北 翻轉基隆德股 那現在由這個謝國梁市長來接續 那我們行政院一樣會按照原來的規劃 四月完成完畢 會按照進度來核定 那也會盡量想辦法 兩個事情 第一想辦法降低基隆市政府的負擔 第二按照原規劃 我們基隆核股的 這個都市計畫的更新 包括廠商開發 或者是這個整體開發 那這個部分如果基隆市政府團隊 目前對這個部分的了解 如果需要還不夠的地方 我們中央也願意協助 包括交通部內政部 協助基隆核股地區 包括這個八股站 北陸陸陸站等等 因為新北市已經提出開發計畫了 我們協助基隆市提開發計畫 以後可以降低支彈 大概這一點請大家放心 基隆捷運的是我們這個重點支持 而且加上新東線 謝謝這個西北市跟台北市 目前都積極的在推動招商 希望基隆市這一段 能夠一起來往前走 也要謝謝佑昌市長這個過話 這個人生的每個階段 這個有時候會 有些還沒做完的 就很想把它做完 還好院政部長跟這個有關係 行政院一定是百分之百 繼續支持這件計畫來完成 希望能夠讓基隆成為一個 非常有魅力的港官城市 也可以把我們以前規劃的 郵輪經濟學把它放大到最大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百公百業後援會 7月起在全台接棒成立 基隆市由漁業後援會 揭開序幕 現場500位漁業代表齊居力挺 高喊台灣頭基隆一定贏 將手中的這一面起 交在我們後援會的總會長 我們的簡建輝總會長的手中 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代表 授贈授旗給賴清德漁業後援會總會長 基隆區漁會理事長簡建輝 現場聚集500位漁業代表 五位顏樂高喊加油 向著漁業界對賴清德的權力相挺 感謝這幾年政府對我們 基隆漁業與漁業的照顧與發展 尤其我們賴副總統來訪漁會 照顧我們漁民 大力支持漁業建設 使我有感而發 成立今年的漁業後援會 希望他當選中的又繼續支持 基隆漁業與基隆漁業的發展 以支持漁業後援會 漁業後援會成立大會地點 就位於舊漁會大樓旁 世代清德擔任行政院長時 與當時的基隆市長 現任內政部長黎又昌 及立法人蔡世英等人 在中央與地方 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 對漁業發展鼎盛的基隆來說 意義深厚 出席成立大會的黎又昌等人 大聲呼籲基隆人 一定要支持 最挺基隆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漁業的後援會 在基隆成立 這個也是信賴 基隆會在基隆成立的 第一個後援會 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起點 也代表著基隆百工百業 挺我們賴清德總統 也挺我們鄭文廷立委候選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選出好的人才 帶領台灣繼續向連進 也讓基隆的未來更好 我相信說長期以來 小英政府 對漁業的照顧 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所以我們看得到 包括漁會理事長 前後任理事長 許多的漁業幹部 都站出來 來支持 我們的賴清德賴副總統 競選2022總統 那我相信 基隆市的市民 在這場選戰當中 會來支持賴清德 繼續延續過去 小英政府八年的努力 讓基隆持續的進步 讓台灣的海洋漁業的狀況 繼續的走下去 那我們想非常非常感動 看到這麼多的漁業相關產業的民眾 來一起來參加挺總統 挺賴清德 那漁會呢 漁業是基隆的根 也是基隆的根本 我們基隆港 因為漁業而生 因為漁業而興盛 那我們有非常多 依賴基隆港的民眾 那我想大家都相信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會對我們基隆非常的重視 我身為基隆的女兒 我希望基隆能改變 基隆不能再有 所謂國民黨復聘 也不能再由政二代繼續在經營 我們一定要選出一個 平民的律師 來幫我們代言 來幫我們發聲 這才是一個基隆未來的知福 所以在這邊拜託大家 基隆力挺鄭文青 也希望大家全力力挺我們的賴清德 讓我們聽台灣 整個聽台灣的團隊 能繼續為台灣努力 完全如果有機會 今天來看他 我也會 尊嚇我們部長 以及蔡立委 這種 依賴基隆 最佳利的這種情形 今天來 貼做 法案的 心者 以及 既生的感動 據了解 信賴台灣後援會百公百業 將在基隆各個行政區陸續成立 希望一步一腳印爭取更多市民支持 讓大基隆地區出身的賴清德 在台灣頭基隆贏得最大的勝利 記者 張祺騰 基隆報道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隆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隆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基隆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第二十屆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 7月28日將在加拿大登場 內政部長林佑昌特別授起給代表團 祝福34名警銷選手全力以赴爭取家機 提高台灣的能見度 在警政署大理堂 內政部長林佑昌親自授起給代表團團長 警政署副署長陳永利 第二十屆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 7月28日到8月6日將在加拿大登場 這次台灣代表團 共有22位警察及12位消防員參賽 參賽項目包括涉及樓道等項目 牛昌祝福選手都能全力以赴爭取家機 我們警察人員22名 消防人員12名 以及防護員一人總計36名 參加的一個項目有包括涉及樓道 遊術 田徑建立羽毛球游泳 還有衝浪等等的一個項目 部長這邊祈勉各位選手能夠全力以赴爭取家機 為國正光 運動後設計 這好 一樣 一樣 運動後設計 牛昌也一一與參賽選手握手為他們加油打氣 由於世界警銷運動會共有50多國 將近萬名選手參賽 牛昌也期盼代表團選手能把握機會 會進行國際交流 提高台灣人見度 我也希望各位全力以赴投入競賽 也藉這個機會 做這個 我們的一個國際的交流 也做一個外交的一個工作 特別能夠跟世界上各國 有近萬名的警察消防人員 能夠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機會非常的難得 也希望大家藉由競賽的過程 交到更多的一個朋友 也提高台灣在世界上的能見度 據了解 這是台灣第13次組團參加世界警銷運動會 上一屆代表隊在樓道設計與田徑項目共 拿下44面金牌 28面銀牌與24面銅牌的好成績 為了讓選手獲得完整運動照護訓練與恢復 警政署這一次也特別聘請專業防務員隨隊出征 讓選手以最佳狀態參賽 爭取最高榮譽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台北市社子島創下全國最高溫的紀錄 冷氣的使用率也大增 為了鼓勵民眾節約用電 台北市政府今年特別持續推出 服務業太患 節能設備補助 從原本登具及中央空調兩項擴大到冷凍櫃 電冰箱等七項補助金額最高上限提升到300萬元 在大家的共同出現 五顏六色的冰箱色彩出現了 也代表大家們之情景之下 希望地球永續 在台北市長角灣 經濟部人員局代表 及台北市電器同業工會理事長等人 共同啟動下 台北市服務業太患節能補助 即日起開放申請 為了鼓勵更多業者加入太患節能設備行列 今年不但從原本補助登具及空調系統兩種品項擴大到七種 最高補助金額上限也從200萬元增加到300萬元 這個政策我們在過去幾年也有具體的成效 包括我們在六度裡面是在節電 整個減少用電是六度裡面唯一的城市 而且我們節電比率也達到4.2% 那這一次我們也特別放寬了我們對於服務業補助的範圍 從過去原本只是登具還有冷凍空調系統 這一次我們包括像日常的電瓶箱 還有包括空氣門簾還有冷凍櫃以及冷藏庫等等 這些我們把它放寬 而且我們也把整個補助的上限從原本200萬元提高到300萬元 其實節能減碳以及環境永續一直是我們實施很重要的主軸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些政策 希望能夠透過公私協力的方式來達到節能減碳 那過去的成效也是有賴我們包括市民朋友 以及中小企業大家共同努力合作所得來的成績 服務業者也很肯定北市府推出台幻節能設備補助措施 不但大幅降低用電度數與支出 省電節能效果顯著 台幻經費的補助也有助於業者持續進行節能規劃 形成善了循環 我們做的是公共區域 所以因為挑高6名 所以工程費用比較高 這次我們花了500萬 它補助了差不多16%的用源補助分數 可是我們的效益可以達到節省36% 每年差不多可以省下33萬固件 所以我們大約4年就可以回收這一個工程費用 接下來我們客房也是陸續會來更換這一級能效的空調產品 我們是有在做一個長期的規劃 那逐步替換所有的電器設備 那檢討 那剛好市政府有推出這個節電的法案 所以我們就順勢就申請 因為那個我們是冰水主機的貸款 那冰水主機它的單價非常的高 如果沒有市政府的補助的話 單憑我們自己的能力是很難達到收益平衡 那申請這個方案之後呢 讓我們在8年左右就可以做一個貪評的動作 記者會現場也邀請到12家知名品牌共襄盛舉展示各項節能設備 北市府方面表示民眾從6月30日起購買節能產品 貸款老舊設備都能申請補助 申請期間從即日起到補助款9500萬元用完為止 呼籲想要申請的民眾動作要快 共同為全球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 明探台北永續未來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台北市文山區錦新路與錦中接口 送立的電線桿破壞街區景觀 也影響市民的行走安全 立委賴市報議員陳錦翔聯手爭取電纜地下化 再拆除沿路近20支電桿 在地里長陳千惠也到場 一起為台北市榮努力 錦新路沿線電線桿林立 影響用路人行走也影響市容景觀 在施工人員的鑽地鬆動地板後 連根拔起電桿還給民眾乾淨的天際線 這幾年在立委賴市報 與議員陳錦翔的爭取下 已在文山區街道拆除不少電桿 近期也將拆除錦新路沿路 共20幾支電桿 很感謝台電這個完全的配合 我們從這一邊的電線桿 要一路的拔到木柵路 總共有20支之多 20支的一個電線桿全部拔掉 那各位都知道這個其實要把這個電線桿 它工程非常的浩大 需要經費按照台電的相關的規定 把電線桿像這個在市內的 在巷子內的 這個一半的錢是台電 一半的錢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呢我們在台北市議會這裡 就有陳錦翔以前的議長幫非常多的忙 這個現在市議員 這個陳錦翔議長他幫非常多的忙 讓這個預算這個無余 所以現在整個台北市的每一年 拆電線桿的預算 大概有高達兩億之多 裡面文山區就用了七成多 所以幾乎都是文山區才用的 那這個就要真的要感謝我們的陳錦翔議長 在議長期間非常幫忙 讓我們的文山的建設能夠更加的 讓我們的市容更加漂亮 文山區就是有一個特色 我們的電線桿特別多 我在任內 已經拆了一千多次的電線桿 現在還在拆 它的積極度讓我上任半年 就幫我們拔掉電線桿 我真的太感謝了 那個用路人的安全 真的還有種種的幫助 就是讓我們景行裡 就是市容更好 然後行人也更方便 那非常感謝 電線桿林立在人行道上 用路人必須繞道而行 陳錦翔議員服務處主任 更是受害者 曾經走在路上 就撞到電線桿 讓他記憶猶心 奈世保奈委員 他一直以來 不只在中央 為著中央的政策 或是立法院的各項法案 他強力的監督之外 對地方的各項基層的服務 他也非常的用心 他的服務團隊呢 可以說是全心全力 全民在為我們地方來做服務 這一點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奈委委員這樣的用心 事實上 台北市議會 他每年的編列的預算 完全是在配合我們委員 在地方上的服務 尤其今天 我們能夠在我們景行裡 把所有的電線桿的遺囑 這是一項非常大的一件攻擊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的優質 立法委員 第一名的就是我們奈世保 所以我們地方對他的各項服務 對各項的工作 我們會完全的支持 完全的來支持他 讓他有機會 能夠在我們為我們的文山地區的朋友 我們去做最好的更好的服務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奈委員 奈世保委員 當然那陳千惠也不能遺漏掉 其實他擔任這個里長時間不是很長 但是他是24小時 全心全力來服務我們景行裡的里面 我真的不好意思告訴各位 我曾經轉過電線桿 走路的時候不小心就碰到電線桿 所以這個電線桿的遺囑 不只改善四龍的這個觀瞻 這個魚龍 四龍 同時也讓我們的行人 能夠有獲得更一層的保障 我們統計過還有幾百隻要裁 所以事實上這幾年我剛剛說過已經裁了一千隻 還在繼續裁 那因為這個文山區跟大安區不太一樣 大安區是新的社區 幾乎沒有電線桿 文山區是老舊社區 所以電線桿非常多 電線就非常多 這個一拆掉以後就變漂亮很多 有機會能夠開你現在萬壽橋那裡 整排也都是我們裁的 大概三十幾隻的電線桿 裁下來整個變得非常漂亮 所以讓這個文山區更漂亮 讓文山區更安全 然後我們的里長 陳前衛里長跟我們的志工 我們一起加油 用路人其實還有推輪椅 現在高齡化嘛 推輪椅的人他非常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 那這樣子推不過去 那我們非常感謝賴四保立委 給我們的幫助 讓我們里內這種問題一一的減少 讓我們的鄉親就是更加的方便 市府與台電雖陸續將電纜地下化 文山區仍有許多電桿在人行道帶拔 為了還給民眾通暢的行走空間 與整潔適用景觀 把電桿仍會持續進行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台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舉辦祖孫化家常 世代搭橋樑的活動 邀請到親子專家透過繪本創作 帶領祖孫一同記錄日常生活 表達情感與體驗 增進祖孫之間的互動與情感 祖孫一起用色筆 在折成房子造型的圖畫紙上 以阿公阿嬤的一天為主題 畫出日常生活情景 不管是畫阿嬤去爬山 或是全家一起到郊外踏青 都在彼此心中留下珍貴回憶 我在畫阿嬤一整天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去兩台交花 那你等一下還有準備要畫什麼嗎 要畫花園 跟阿嬤在一起幸福和快樂 今天很高興啊 有這個活動啊 然後昨晚我告訴他們說 今天要參加這個活動啊 小朋友就很缺耀 然後我本身我當阿嬤的 我也很高興他們願意跟我一起出來 分享這個活動 我是不是覺得這種活動對我們來講 就是我跟我的孫子很少有機會一起出來 然後借這個這麼好的場地 我們能夠互動又多學習 是很高興的 我們祖孫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他們漸漸長大了 我們跟他們在一起的機會 好像相對的減少 所以我們是永遠留在我們的美麗美好的回憶裡頭 很開心今天能夠跟孫女來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也沒有什麼互動 那藉這個機會也促進我們之間的感情 也很感謝圖書館還有舉辦這一種活動 讓祖孫能夠有機會相處 你跟我分享一下孫女今天畫了什麼呢 外婆的一天就一個房子這樣 然後她現在先畫了一個 我在床上在玩手機 我覺得很好耶 因為我們就有互動 我可以幫忙她 然後她也學習到很多的這些活動 就是說一些怎麼樣去做 像這個我們本來也都是不會的嘛 然後現在就學會了 然後以後她也可以交給她的同學啊這樣 很好啊 給孩子有一個活動的空間 才不會像啊 在家裡都沒有 在家裡都沒有事幹啊 就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才好 出來外面走一走也很好 對 結果小孩子在放暑假 放暑假我說不到去不來圖書館看看 你在家裡一天就要看電視 就喜歡看電視嘛 就趕緊去外面走一走 是這樣 好 那姐姐來跟我簡單分享一下這本書的主題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舉辦祖孫化家常 世代搭橋樑活動 邀請親子專家 帶領祖孫透過趣味繪本 一起聽故事 分享生活點滴 並引領創作表達情感與體驗 那因為現在適逢暑假 所以我們希望安排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讓祖孫參加可以增加他們的互動 那我們的課程裡面有一些創作的課程 那透過手作的課程可以讓祖孫們的一些關係更加緊密 那今天的課程我們有安排就是繪本的創作跟長者說故事 那我們有邀請專家 那就是進行繪本的一個分享 讓祖孫一起聽故事 那透過繪本的創作 讓祖孫們就是可以記錄一下阿公阿嬤的一天 那可以分享阿公阿嬤還有祖孫們在日常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我們也邀請之前參與活動的長者來說故事 那長者會用自製的一個故事繪本 然後以幸福跟快樂一天為主題 來進行他們的一個生活經驗的分享 讓現場的祖孫們也可以跟著他們一起做一個故事 跟生活經驗的一個交流 因為這些樂齡課程阿我們都會把一些健康的元素 還有一些跟溝通互動的元素放進去 所以長者會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樂齡課程 其實主要是我們鼓勵他們出來 願意走出來 另外就是透過課程跟其他的長輩溝通 其實可以增進他們一個人際關係的一個交流 那另外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其實也是提升長者在心靈層次的一個 就是自我提升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樂齡課程阿 其實長者在身心靈的部分其實都有一些增進 我們這邊是台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館 那我們這一間是祖孫代監共學中心 那我們大同分館長期以來都服務大同區的樂齡朋友 以及我們的小朋友 那我們也透過這個中心可以讓我們的祖孫們 可以來一起來這邊玩桌遊玩遊戲 那我們今天跟大同健康中心合作這個活動呢 我們也希望藉由藉此能夠讓他們一起共同的參與 然後一起有共同的活動 然後讓他們能夠持續的來我們這邊 使用我們這邊的資源 謝謝 活動還邀請音法志工分享自製繪本 運用色紙拼貼及圖畫 詮釋豐富的樂齡生活 除了幫助志工提升自我價值 也分享豐富的生活體會 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是小鳥幸福的一天 然後這裡面有那個 在太陽五彩繽紛的天空上飛翔 飛到花園後看到漂亮的花盆 小鳥覺得很幸福 滿快樂的 像我們老人家跟小孩要有同樣的那種興趣 這樣子比較好玩 因應台灣高齡社會趨勢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希望透過舉辦各種樂齡健康促進活動 鼓勵長輩多多參與 豐富銀髮族的生活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記者離奇會台北報導 謝謝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清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在淡也拿關心行政院推動的老舊高地社區用戶加壓售水設備的改善計劃中 基隆最後一個獲選社區 台北大陣7月21號與自愛水公司完成簽約 預計年底完成規劃明年施工 由於還有多個社區希望申請高地用水改善 在立委蔡世英的爭取下 水利署方面初步同意推出第二期計劃 在立法人蔡世英見證下 台北大陣社區管會主委蘇林玉琴 與自愛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副處長陳樹欽完成簽約 這項高地社區供水接管工程 將在年底完成設計明年施工 不僅能改善台北大陣過去每期漏水度數達6000多度的老問題 施工經費由中央補助80% 每戶負擔費用也從5萬元減少到1萬元 希望早一點幫我們完成 完成好讓初步可以安當樓順順滴滴的 不要再為這個水在那邊緩暴 我們更新完水管之後 就是可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然後也把我們社區的自愛水管先交給全公司來做接管 整個台北大陣如果政府沒有補助的時候 那住戶要分攤的改善工程款是5000萬 那由於政府負擔了80%的工程款以後 那住戶只要分攤1000萬的工程費 多年來協助許多社區申請中央補助改善高地供水 及漏水問題的蔡世英表示 台北大陣是基隆最後一個獲選社區 由於基隆社還有多個社區也表達希望申請 高地供水改善計劃 在蔡世英爭取下 水利署方面已初步同意 規劃第二期老舊高地社區用戶 加壓受水設備改善計劃 預計民國114年公告 水利署給我的回覆我們的討論的結果 是會朝著第二期的計劃繼續來推動 那原則上在今年底會完成第二期計劃的草案 明年會來正式公告114年之後的第二期計劃 那因為基隆還有很多的社區 它確實仍然有高地供水的問題 也還沒有完成 那是希望這個計劃能夠讓更多的社區 繼續也能夠完成 另外對於近期用水問題引發民怨 蔡世英表示已經要求水公司 調配西式水庫及新安水庫的儲水積極改善 水公司方面也澄清水質經檢測符合飲用水標準 至於民眾反映的氣味部分 在水公司則提出說明 飲用水的水質標準是必須我們的漁路 要保持在0.2到1.0ppm之間 那我們的出廠漁路都是控制在 這個0.2到1.0ppm之間 這個法規的範圍之內 那這個加入對人體的健康是沒有影響的 那有一點就是說 當我們露氣如果加到漁路的部分 有0.4%以上我們人就會有感覺 那有感覺你只要把這個水靜置一下 它揮發了以後就沒有露氣的味道 由於基隆已多日未下雨 依照天氣狀況 今年枯水期可能會持續更久 為了避免去年缺水問題重演 蔡世音表示近期將再到東北角供寮 上游視察水源抽取狀況 同時要求水公司方面啟動深水井等備源計劃 我近期也會再到東北角區域 供寮的上游再去視察一次 那水公司已經開始採取另外一個備用計劃 就是深水井的備用計劃也準備要開展 那因為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整個東北角地區的雨量是非常的少 所以思應有特別提醒水公司 我們要如何避免去年度 新義區中正區大規模的停水的狀況再現 那這個部分我有請水公司特別的注意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接下來帶你來看金融市長謝國良 利用假日的時間陪同立委參選人林沛祥 到七度的南新市場進行掃街拜票 相當受到民眾的歡迎 現場氣氛熱烈 在人氣鼎沸的七度南新市場街頭 可以看到謝國良市長 跟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沛祥 與民眾互動的狀況 來買菜的民眾看到兩人來拜票都熱烈的互動 感受在地的人情味 市長謝國良說他非常喜歡到市場來拜票 可以跟民眾直接互動 今天跟沛祥回到了我們的南新市場 感到非常的親切 在選舉的時候其實都來這邊跟大家互動 其實我是非常熱愛來到菜市場的 因為又可以買菜回家給小愛吃 然後又可以來拜票 真是一舉兩得 可以來姐姐面子 跟林沛祥現在玩算了 我已經算掉了 我一頓小愛幫忙 我來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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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支持林沛祥 我只能說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用你心裡面最真實的那一面來跟大家互動 然後來聽聽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是最好的方式 市長謝國良和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沛祥 在市場拜票也感受到直接的民意反應 尤其是自來水的問題 我認為如果現在有所謂的北水南宋 那北水北宋是應該一個很直接的想法 也是很順理成章的一個計畫 是啦 可是未來的話我們希望過去之後 見請中央在不管是在前瞻計畫 還是常態性的計畫上面 務必把基隆的水資源 不要認為基隆是羽都 所以我們就不缺水 這件事是很荒謬的 不要認為基隆是羽都就不缺水 就沒有水資源上面的需求 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做出規劃 這一次爭取做水公司的董事 主要呢也是希望基隆的供水能夠穩定 那短期我們是靠新山水庫 那但是長期我曾經跟水公司也有討論過 透過捷運工程的施作的同時 可以把其他水庫的水引水過來 到這個新山來作為一個 備員跟合作的一個方案 所以如果我在水公司擔任董監事的話 我也會就這個長期的計畫來追蹤管理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